其实大家会担心的是 外食的油脂很容易因为料理手法 让它的饱和脂肪酸增加 因此我们可以去选择用烫的食材再拌油 可以摄取到比较少的饱和脂肪 另外去注意一下餐厅是不是会标榜 使用橄榄油来烹调 中餐厅有标榜使用芥花油烹调 可以让饮食摄取到比较多的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另外如果是选择一些 碳过再拌油的料理 建议大家每天一定要额外再去摄取 一份坚果类 像是白芝麻 黑芝麻 核桃 松脂 杏仁果 开心果 因为摄取坚果类可以让你吃到 比较多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A以及所需要的矿物质 像一些微量矿物质C 也是在巴西坚果类含量特别高 餐厅选择方面 我会鼓励去选择像是火锅 可以增加食物料理的时间 还是砂锅炖煮的产品 跟一些粥类的料理 它的食物质地会比较软嫩 让长者可以比较吃得下 在便利商店的选择方面 要一份蛋白质食物 像是豆浆 黑豆浆 搭配咕咕饭团 炸粮 馒头 还是有坚果的面包 没有血糖问题的长者 可以吃个红豆面包 八宝粥 都是可以去增加干豆类的社区 在中式早餐可以选择像是 萝卜糕 蔬菜煎饼 炸粮 馒头 搭配一份加花生粉的豆浆 黑豆浆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自助餐的选择方面 就是一个全股饭 搭配三杯豆腐 卤豆包 红烧豆皮 这类的食物跟一份蔬菜 那如果说有水煮花生 也是一个很好挑选的食物 在面摊类的选择当中 我们可以选择一份面食类 那面条如果说有蕎麦面 可以选择会更好 搭配一份烫青菜 卤豆干 豆皮 树鸡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吃干面类 我们会鼓励再搭一个蔬菜豆腐汤来摄取 可以吃到比较多的蛋白质食品 只要能避开素食中 隐藏的高油 高糖 高盐等制作过程 或烹调方式 少吃加工塑料 选择清淡烹煮 多吃色彩丰富的新鲜蔬果 外塑者想要健康吃 吃健康也并非不可能的任务